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月15日发布前往中国旅客疫情防控新要求 通知指出前往中国旅客需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者柯莱华 为确保国际旅行健康安全 自2023年1月17日起直飞赋华航班的航空公司将负责查验旅客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如无法出事则不允许登机 核酸检测为纸质报告 如检测机构出具电子报告请打印后携带以便查验 对于海关申报 旅客取得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后 通过微信小程序海关旅客之间服务 掌上海关APP或网页版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进行申报 抵达口岸后凭海关健康申报码完成必要通关手续 海关将抽查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申报正常且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进入社会面 健康申报异常或出现发热等症状人员由海关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为阳性者按照告知书要求进行居家居所隔离或就医 旅客入境后应严格追守属地疫情防控各项要求 通知还建议旅客在乘机过程中坚持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降低染疫风险 加州发放中产阶级退税也称为通货膨胀救济支票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 但仍有一部分人没有收到款项 截至2022年底 负责分配税款的加州机构特许经营税务局已经发放近88亿美元 款项从200美元到1050美元不等 要获得最高1050美元的全额付款 已婚或联合申报者在2020纳税年度的调整后 总收入必须为15万美元或以下 虽然大多数人希望收到直接存款 但特许经营税务局解释道 一些付款需要额外的审查 加州估计到1月14日将发出1800万美元 这意味着还有大约190万笔付款 剩余的绝大部分付款将以借记卡的形式邮寄出去 他们将在1月30日至2月14日之间的某个时间收到付款 中国疫情继续扩散 辉瑞治疗新冠的口服药Paxlovid一药难求 在中国此药品未纳入医保不仅价格高 供应量也少 有黄牛开出一盒人民币数千乃至上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许多人转而购买来自印度的数款廉价仿制药 但官媒引述检测机构表示 送检的仿制药九成检测不出有效成分 奈马特伪也就是假药 药品业内人士说 进口药品在中国销售需取得许可批文 在没有合法资格的情况下 仿制药进口和销售目前仍属违法行为 中国国家药监局通报称 部分产品涉嫌违法 目前案件正由公安部门依法办理 就Paxlovid在美国本土而言 也是作为处方药由医生开具给符合用药条件的新冠患者 依照美国法规 处方药不能违法邮寄或携带 从去年底高盛大摩等华尔街投行就加入了看夺中国的阵营 而今年初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 中国股市估值仍相对较低 以及海外资金流入等多项因素推动下 华尔街多家投行越发看好中国的股汇市场 并且在去年底的基础上 进一步调高中国资产定价空间 高盛策略师团队在本周一发布的最新报告中 将MSCI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位从70上调至了80 理由是中国股票估值较低 且房地产、互联网监管政策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出现了积极转向 与此同时 高盛货币策略师团队也在上周五的报告中 将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预期升至6.5 而此前的预估为6.9 摩根士丹利也在本周进一步上调了对中国股市的目标位 并预计中国股市2023年将在全球表现最佳 全球最大公募基金公司之一先锋领航 则预计中国股票未来10年回报率将达到7.4%至9.4% 相比去年大幅提高了两个百分点 并跑赢海外股票